明天 厦门大学就将迎来百年华诞 这几天走在厦大校园里 形式多样的校庆元素随处可见 校园里洋溢着浓厚的校庆氛围 不少厦大校友也相约回到母校 重温学生时代的美好时光 为母校送上祝福 在厦门大学斯明校区 喜庆的欢迎标语 百年校庆倒计时牌 吸引着不少师生校友驻足合影 从3号开始 厦门大学各个学院 就集中开设校友接待点 迎接着各级各地校友归来 曾经的同窗再见面 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百年校庆也成了大家难得的一场聚会 我现在在大连理工大学工作 其实自从毕业以后 一直没有跟母校断过联系 我每年都会回来 我们化风学院这边 举办了很多学术类的活动 这是我非常期待的 也会全程参与 希望自己在这个学术上 会有所提高 我们两个都八十几岁的人 我们这次来的12个同学 平均年年八十一 我就在母校 在母校工作 在母校退休 我觉得日豪光荣 好高兴 我在北京很开心 看到了自己的同学们 然后又重新回到这里 然后走了一下 当年走过的路 很开心 在厦门大学祥安校区 鲜花采旗祝福标语 各式各样的校庆 氛围布置格外亮眼 走在校园里 记者还看到不少身着 厦门大学百年校庆 志愿服装的学生 他们说 能够在学生时代 遇到母校的百岁生日 并参与到校庆活动中 大家都倍感骄傲与自豪 我下午有一个校庆晚会彩排 就是在本部的 下午会去 挺高兴的 祝我们学校越来越好 我们学校出去的人 也都越来越好 我现在延三 正好是毕业季 这种感觉 就会让人更加兴奋一些 祝福母校越办越好 然后在百年之际 也能积历史之后运 再曝华章 本台记者报道